好的 123 那么 好的 学历很好的中国风的R&B作品 其实 这样的作品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这样的风格作品了 那视频是最近 这几年我第一次又听到又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挺特别 那同时也很难做 因为这样子R&B中国风其实有很多 经典的东西在 所以怎么成为是一个问题 另外 因为已经入到了第五期了 然后我还是希望 前五期的每期风格有所去 好 那我们再一次吧 然后 对 这种歌我们都熟一点 然后字幕老师这种歌靠你了 这首歌太难了 这首歌特别好 是吗 我这秋风将命与赐给两人 我这秋风写伤心谁听闻 既往古城是泪停有人等 昨日那天天眼睛 谁踏跪来到了我双身 不是 不是是主歌 对 我感觉最好听 靠近的眼神 靠近的眼神 我感觉对 靠近的眼神 我觉得比较好 比较中的好 但是最怎么写还是看你一个 我推荐神 靠近的眼神 靠近的眼神 然后作为一首很棒的耳朵 那我这次为了做一些曲线 所以我会把很多里面的原声乐器 换成了比较和声器的元素 也是希望跟之前的中国风耳朵 做一个区别 然后我希望什么是更有现代的 新的耳朵 就是一种伯峰的概念的歌曲 其实伯峰是我自己也很钟爱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随着写伯峰的人越来越多 我觉得伯峰的变得越来越难喜 所以其实一开始 从年轮开始 包括《三国杀》 那包括其实最近我又在新写了 伊丽省伯峰的歌曲 现在的伯峰我觉得要更突破 然后更听感还不妥 我觉得伯峰并不是简简单单单的 去录一些笔子 录一些琵琶 就是一种东西 我觉得能不能有良好的伯峰表达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新的《三季伯特》里面 我写了一首《三季伯峰》做比较的广告 然后它可能也是一种比较R&B的运动 那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多风耳 因为其实写词也故意规逼了很多 无论平能词 爱并不是一种伯峰 大家一听这个中国风耳朵 会感到过去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最终的风耳朵过去 我觉得心很重要 然后如何让现在的中国风耳朵 以前那些非常经典的风耳朵 最终的区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刚好最近的这种思考 也可以用在实力品上面 那我希望实力挺深 过去的R&B中国风耳朵会演过去 所以我希望我们走 好 这边 我希望我们走 我的准备 像只谁体温 既往空间 是未定有人等 昨日于南非 当前的眼睛 吸他被摆倒了我周全 我的旧房将明年曾给了那天 今天还不是泪滴 有人等思念 不管隐藏到水中有一点深深 洗净转转的爱她 今夜在哪所生